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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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曾亚妮 我是一位高好復球選手 曾經當過109週的世界第一 還是最年輕盈的五大賽的選手 第一次這樣介紹自己有點不太好意思 但我怕大家不認識我 所以我還是自我介紹一下 從小因為爸媽的關係 我五歲開始打球 爸媽媽就帶我到 離我們家最近的練習場 當我第一次碰到球肝的時候 我就已經愛上了這個運動 我覺得我喜歡他的原因 是因為我覺得他好像 打每一肝都像驚喜一樣 在小時候我不知道他打出去 是什麼樣的感覺 但我就覺得這每一肝都是不一樣的挑戰 每一次都會遇到不一樣的狀況 也從中 我發現了我的好勝心 不喜歡輸的感覺 再來我12歲要去比賽的時候 第一次到美國 我不知道美國這麼遠這麼大 我每天都哭著想要回家 然後我在美國比賽的時候 第一次看到跟我同年紀的 這麼多12歲的小朋友在打球 那時候我想 我覺得自己很臭屁 我在台灣每次都是前三名 結果沒想要一去到美國 我只是一個肉咖 連他們都贏不了 那時候 我也告訴我自己 那時候不畏懼的小女孩 在我心目中裡面的那個小女孩 立下了世界第一的這個夢想 在業餘的時間 我爸爸其實對我非常嚴格 只要有我爸在 我一定會哭 那時候有一場比賽 我爸爸帶我去比賽 然後我輸掉了比賽 我就一直哭 然後我爸爸說 如果你以後打球 再這麼嘻嘻哈哈 再這麼不認真 一直在跟對手聊天的話 你以後都不要比賽 還記得比完賽的時候 然後我爸爸跟我說 你站在餐廳外面不准吃飯 他說你覺得你這樣對得起國家 對得起你的父母嗎 然後我就想說 我知道我對 可能對不起你們 但我不確定我沒有對不起國家 但是 再怎麼懲罰 你也不准懲罰我不能吃飯 因為我已經餓了一整天 你已經很難過了 你還叫我不能吃飯 所以當他心裡 我其實蠻受傷的 那 後來 我爸爸還是 讓我進去了吃飯 好好的跟我去溝通 為什麼他不准我嘻嘻哈哈 再來 我贏了第一個四大賽的時候 其實當下我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 我覺得 我只是想要把他每一竿都做好 然後跟我同組的球員就跟我說 欸你可以去 你應該要去準備 不要再坐在這裡 我說為什麼我要去準備 他說你要打延長賽啊 我說 可是我沒有第一名啊 他說 然後後來才發現 原來我的分數是跟第一名同桿的 當下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沒關係 輸贏不重要 我能走到這裡 已經很不容易了 我只要好好享受著 當下的每一刻就好 後來我在第三棟 的 playoff 我贏得了這個 這個勝利 然後那時候 我突然 我也第一次覺得說 欸這個世界排名七分 是不是不太準 因為當我贏了這場比賽後 我變成了世界前二十名 那也是因為這樣 我開始覺得說 欸我的實力好像可以 跟國外的世界頂尖球員相比 好像可以跟他們較勁 感覺我是有這個實力 可以達到我的夢想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問我自己說 我要如何成為世界第一 當然我自己回答不出來 所以我就問了這照片裡面的 其中一個選手 是Annika 他們另外五位 都是當過世界第一的選手 所以我很榮幸 可以跟他們站在一起 那時候我就問他說 我要如何成為世界第一 他告訴我 為什麼你要當世界第一 我說那是我十二歲的夢想啊 他說 他覺得世界第一 是最孤單的位置 是全世界最孤單的位置 但是他還是跟我說 他告訴我一個 九宮格的計畫 我只需要把這九宮格填滿 我要怎麼樣去計畫我這九宮格 在每一格子 可能是我的技術 可能是我的營養 也可能是我的 心理跟身體的狀態 我只要慢慢的把這九宮格完成 我就可以去完成我的目標 就很像如果我今天要 當世界第一 我要贏多少的比賽 我要 我要如何去贏一場比賽 那我是不是每一天 我要打地獄標準竿幾竿 那我要怎麼樣去打完 這個地獄標準竿 所以以此類推 就讓我更清楚說 我眼前的目標是什麼 我需要當下做一些什麼樣的練習 也讓我這裡每一次的練習 都越來越有意義 我記得2010年英國空海賽 是我最接近世界第一的一年 然後 那一年 到我現在想起來 算已經12年了 可是我現在想起來 我覺得還是非常緊張 因為那是我第一次比賽 從第一輪領先到最後一輪 然後我甚至因為這樣 我每天吃一樣的早餐 一樣的晚餐 因為我就怕 我是不是如果沒有這樣做 我隔天可能成績會不一樣 然後我晚上還做了噩夢 在最後一天比賽前我做了噩夢 然後我夢到我的球打下水 我輸給我的對手 可是其實隔天那個球 好像一個水都沒有 但我還是因為這樣被驚醒 所以我就在我的小本本裡面 寫下所有自我鼓勵的話 告訴我自己沒問題 我深呼吸 就是很多一些 心理的正面的思想的話 當我緊張的時候 我就把這些小本子拿出來看 我就一直在心裡面想著這些話 然後我走路的時候 在每一竿跟每一竿之間 我就是深呼吸 我哼哼歌 我唱歌 然後我心裡一直數著節奏 直到最後 我站上去的那個推桿 站上去之前 我還先清了一下我的球 然後跟我的球對話說 祈禱你 拜託你一定要把它推進 然後我站上去的時候 我還可以感受到我的手 非常的抖 站上去還看到我的手在抖 然後一直聽得到我心跳 噗嚨噗嚨的聲音 然後我就覺得 哇這個時刻真的是 我自己都覺得太刺激 太可怕了 但最後我還是把那個推桿推進去 當下我就覺得 哇我終於終於贏了比賽 所以看到照片裡 我也在哭 因為我覺得這一個禮拜過了好久 然後我覺得 終於釋懷了 所有的心情我都可以放鬆了 那最後我覺得 我覺得我好像可以當世界第一了 沒想到我打完這場比賽 我的排名都沒有變 因為可能世界第一名跟第二名 也是打在前三名 所以就是不管這場比賽怎麼樣 他們我的排名就會是一樣 那我在隔一年我達到了世界第一 這場比賽在台灣揚聲公開賽 也是我永生難忘的一場比賽 到目前為止我走在路上 好多年前說 我小時候有去看你這場比賽 那一年我贏了12場 然後好像開掛一樣 就是站上去大家也怕我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贏的 我就是很享受每一個當下 就是用我的微笑來戰勝這一切 緊張的時候我就笑一笑 但是在贏了這麼多場比賽以後 我開始問著自己說 我是怎麼做到的 我開始追求完美 然後越練越多 我開始去學習其他選手的優點 卻忘了自己的優點 那時候覺得說應該是別人來學我啊 怎麼會我要去學別人 但當有這樣的狀況出現的時候 就是我開始懷疑我自己的時候 我開始懷疑我到底配不配當世界第一 我是不是有這個能力 還是我只是運氣好 我年輕成名的早 我是不是就是一切都很順利這樣 所以我開始越練越多球 好像也練到一個走火入魔的一個狀態 就是已經不知道說 我這一竿最後一竿沒打好的時候 我都不敢回家 因為我就生怕我明天會有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自己的心裡很受傷 然後打球也打得很痛苦 就已經開始不再享受打球 每次每一場比賽 我都是用眼淚收藏這樣 後來才發現自己其實心裡受傷就算了 其實身體也受傷了 我去問了醫生說 我的身體的狀況如何 然後醫生就跟我說 我受傷的嚴重性 其實我在這三個月 打了肋固醇 打了葡萄糖 做了PRP 如果這些治療都沒有用的話 我三個月後就必須開刀 那時候我當下聽到的時候 其實蠻智責的 因為我是一個運動員 我覺得我很愛惜自己的身體 對於身體的受傷這部分 我每天都請防護員 花了好多的錢 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我怎麼可能還讓自己受傷 但沒想到 他說有可能是我身體的關係 去影響到我的心理 所以我髖關節受傷了以後 我就非常的自責 但就是讓我覺得說 當我每一次覺得要起飛的時候 就會遇到一個颱風 又逼迫我下降這樣 但我相信每一次的失敗 都會讓我越挫越勇 因為我還不想放棄 在這期間呢 我求神問僕 就是我去了好多的廟 好多的教會 我還過活 然後去收金 好多收金的那個公廟 我都去了好幾次 然後甚至有一次 我們家環島的時候 從台北宜蘭然後到高雄 我們是把全台灣最有名的廟 拜過一次 就是希望說 就是我爸爸媽媽就是希望說 我是不是卡到還是什麼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就是希望我心裡可以求個平安 然後讓我可以很安心的去打球 希望這個上天可以幫助我 但我後來發現 如果我今天站在球場上 我都會害怕的話 那上天怎麼有辦法幫我呢 所以我最後還是往自己的心裡面去思考說 我的內心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曾經我這麼熱愛的球竿 到現在我看到他會害怕 我後來找到的那一關 就是我去了十天打坐 就是裡面不講話 也不用手機 就是很專心的去聆聽自己的身體 專注在自己身體當下的感受 我第一次去我就哭了五天 然後一開始 我覺得很難過我一直在哭 但到後來我不難過了 我還在哭 我就有點不懂 所以我就問那裡的老師說 老師為什麼我一直在哭 可是我已經沒有覺得我難過了 老師就跟我說 其實哭不需要找理由 我也不必為哭去解釋任何的原因 就讓我繼續哭 所以我就的確的就繼續就哭了兩三天 然後哭完後 我發現我自己也開始慢慢的放下過往的一些壓力 開始慢慢的放下自己 不要去想說我曾經是世界第一 我應該要怎麼樣 不再去想說世界第一應該要有的樣子 我就是好好做我自己 做一個我平常鎮壓你應該做的事情 我熱愛打球該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我在裡面慢慢的去感受到 一些生活平常的小小的幸福 就像我在裡面的時候 我看到螞蟻在爬 我都覺得很療癒 就覺得其實生活中有很多事情 是值得我們去滿足 值得我們去快樂的 而不是所有的來源都來自於成吉 來自於高爾夫球 這時候我也意味到 其實我的生活中心都已經失去了平衡 90%都是在高爾夫球 10%可能就在那睡覺吧 也沒有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透過這個打坐 讓我知道說平常心是怎麼感覺 我打坐 我可能坐了一個小時 我全身都在麻 但我不要因為我身體的麻 我去恨這個身體的感覺 我也不要說我坐一個小時 我身體都很舒服 然後我去貪這個 我覺得我這一個小時都要會這樣 其實就是讓我知道 好不可能一輩子都好 壞也不可能一輩子都壞 當我很平常心地去面對這一切的時候 就代表我可以接受它不管如何是什麽樣的結果 我都可以去接受 再來我記得那一年我在LPGA的時候 我在台灣打LPGA 我記得其實我是可以上場比賽的 但那時候我受傷 我就決定說我不打這場比賽 我就好好當個地主 招待國外的選手來 我在LPGA的時候 我是線外的觀眾 那時候我覺得我在比賽中看到 我在線外的時候我看到了 我自己很想要站上去打球的那種感覺 我很喜歡在球網上那種被風吹來的感覺 推桿那靜動的聲音 還有我在心臟好像快停下來的那一刻 就像我今天走上來前一樣 就是我很喜歡那種很刺激 然後很緊張的感覺 我就覺得我太想念這種感覺了 那也在那之後 我發現我好像看到球桿 我已經不再恐懼了 我發現我看到球桿 我開始可以慢慢地接受它 我開始已經慢慢地去找回 我心裡面那個不害怕的那個小女孩 所以我覺得 也開始看到自己的優點 我覺得因為 當你看到自己的優缺點的時候 你也比較不容易被人家影響 我接受我成敗的自己 我接受所有的一切的發生 因為我知道努力一定會有結果 那這個結果呢 不一定是我可能又會重回到世界第一 有可能是我開始慢慢地享受打高爾夫球 我開始做回十二歲的曾雅妮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就是一個成功 其實在未來 我還是很想要再回去美國比賽 所以我持續地在努力著 我希望有一天我還是可以站上球網上 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證明給自己看 我也可以 希望讓大家可以再看到一個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我 然後不一樣的故事 謝謝大家 謝謝